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的议员何泰庆在26号对外表示 从中国企业交付给韩国军方的监视设备当中 发现了可以窃取军事机密的恶意代码 索性韩国军方在设备正式使用之前就发现了问题 中央社综合韩国的朝鲜日报报导 何泰庆根据韩国国防部提供的资料表示到 这些设备是韩国军方采购的215台警戒用监视摄影机 韩国军方表示 在这批监视摄影机的管理网页上 发现设定了中国的恶意代码散布网站的IP位置 有必要采取紧急测试 韩国军方确认 中国企业可以随意地变更影像的档案保存路径 以便于将影像储存到其他装置之内 为了可以从外部入侵 远距离操控网络功能也被打开 尽管这种情况是很可能把攸关边境警戒的军事机密 泄露给中国 但是韩国军方表示 并没有发现在使用中国置领组件同时 有直接的安全性弱点 也还无法确认中国企业是否是故意为之 而何泰庆表示到 这是首度从韩国军方监视设备发现了恶意代码 必须要紧急全面地彻查 韩国军方目前使用中的所有监视设备 根据中国人权问题一直是西方社会重点关注的项目 除了近日来最受关注的新疆再教育营问题之外 有六十几位议员再次对中国 可能存在从死刑犯人身上摘取器官仪式发出质疑 法广综合法国世界报报道 中国残酷的镇压体系下 仍然存在许多灰色区域 其中就有未经事先同意 从犯人身上摘取器官的问题 尽管北京方面已经有相关的禁令 但是从中国公营和私家医院 大量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来看 可供备用的人体器官 以及移植的快速打破了所有记录 不得不让外界怀疑 在中国从事人权工作的非政府组织 对此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 因为很难去获取记录 大社国际组织东亚和东南亚区域副主任 罗祝华对此表示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器官移植行业中 一直存在透明度的问题 中国在使用囚犯器官 特别是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 是有着悠久的历史 而当局的官方声明很难被核实 首先 中国死刑犯人的数据是保密的 非政府组织根据公开的资料估计 每一年中国处决了大约一千多人 而被中国取缔的法轮功组织 多年来一直揭露北京当局 从其囚禁的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问题 另外对维吾尔人大规模的迫害 大规模集中关押囚禁 也让非政府组织担心 他们也会成为摘取器官的对象 法国60多位议员认为 尽管存在不确定性 但是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9月15号 他们就提交了一项 旨在于有助提高中法两国卫生机构 科学合作透明度的法案 在法国国会议员杜马斯执行之下 法国总统府办公室主任斯特佐达 曾经在8月24日的一封回信中作出回应 并且提醒了卫生部长维兰 对这样的法案予以关注 法国世界报就此询问了卫生部长维兰时 他的办公室表示 部长十分重视议员的相关提案 但是同时强调 法国并不需要新的立法 卫生部长这样的说法 让杜马斯议员非常的愤怒 杜马斯认为 假如没有能力去验证中国的医院在做什么 就必须要遵循预防原则 否则伦理原则还有何效用 2019年 法国生物医学局 针对了190个透析和移植中心 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其中24起移植手术是在外国完成的 唯一一位法国人 于2004年在中国的移植中受益 但是事实上 法国与中国在医疗方面的合作 是远远超出这一个领域 比如医疗培训 接待实习医师 以及双方医院联合开展研究等等 法国巴黎公立医院集团 国际关系部主任维博表示 2010年年代 法国卫生部带领之下 中法两国卫生机构 结合成为合作伙伴关系 以支持被视为 亲法国的中国卫生部长 陈竹发起的中国医疗改革 这一个医疗合作运转良好 但目前似乎已经处于停滞的状态 他认为这一切取决于是谁在台上 另外今天的中国 在医疗方面发展迅速 对外界的需要也在减少 微博强调 巴黎公立医院集团对于中国的关系 保持谨慎态度 自从国际关系部2013年开创以来 他们就决定永远也不会与中方团队 在移植人体器官领域进行合作 中法的相关法律 在涉及捐献人体器官方面也有明显的区别 法国缺少器官来源 而且平均的等待移植时间为三年左右 以至于有15%到30%的患者 在没有来得及移植的情况下死亡 中国的情况则相反 摘取人体器官相当于工业 非常的有利可图 在146家中国卫生部确认可以移植器官的医院里 器官移植平均等待时间只有12天左右 这也就是为什么外界对于捐赠器官的来源 以及捐赠者的真实意愿产生怀疑的原因 在法国和欧盟没有任何可用来允许制裁 掩盖器官贩运的政府具体机制的情况之下 法国议员希望对于法中两国卫生机构之间的科学合作 予以集中关注 2019年以来 欧盟对于自身相对于中国的战略利益 有了清醒的认识 但是至今为止都还尚未转化为医学伦理 法广报导 中国在2017年发起的环保计划 即将进入最后一个阶段 在此政策的框架之内 中国首先列出了四项 24种被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 包括塑料 汽车零件 纸张 纺织物 以及钢废碎料和木废碎料 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显示 近年来中国进口的固体废物总量大幅下降 由2018年的2263万吨降到了2019年的1348万吨 2020年前十个月 中国固体废物申报 进口669万吨 同比下降42.7% 中国曾经是固体废物的进口大国 中国在其境内处理国外固体废品 长达将近14年之久 2017年 中国通过了名为国门利剑的行动 在数月时间里实施限制措施 拒绝了一些包括难以重新利用的废品 从2021年元旦开始 中国禁止以任何方式进口固体废物 禁止境外固体废物入境倾倒 堆放和处置 中国生态环境的有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未来将会全面地禁止进口固体废物 生态环境部将不再审批 发放限制进口类可用做原料的固体废物 进口许可证 对于2020年 生态环境部已经审批发放的 限制进口类可用做原料的固体废物 进口许可证 应在证书载明的2020年有效期间使用 与其会自行失效 中国关闭废物进口 在此将会对其他的国家造成 多方冲击 这不仅仅造成出口国垃圾成堆 主要这方面是西方国家的困扰 也会引起废品涌向东南亚国家 马来西亚 菲律宾或者印尼 如今这些亚洲国家也开始拒绝成为地球的垃圾桶 中国借两年前的P2P网络贷款平台 因为非法集资而集体倒闭之后 引发了一连串示威浪潮 而近日 阿里巴巴集团的厂租公寓平台 弹壳公寓又因为债务问题影响营运 遭到租户、房东、员工 以及装修承包商上门声讨 当前官方拿不出对策 恐怕会酝酿社会不稳定的危机 综合中国媒体报道 从11月初起 位于北京东城区一家商业楼的弹壳公寓总部前 就排满了维权的人群 前来的人为两大族群 第一为租户 另外一方则是房东 租户已经先向蛋壳公寓 预缴了一年份的租金 但是却遭到房东驱赶 然而房东已经有好几个月 没有收到房租 而要租客走人 引发纠纷 湖北武汉市蛋壳公寓苦主 也已经河流 集体向市政府维权 另外有报道指出 有房东因为无法从蛋壳公寓收取租金 竟然将租客赶走 其间还使出了停水 停电 断网等等招数 有年轻女孩因为不甘被无理驱赶 拿起刀子为权 险些让事件演变为凶杀案 官媒新华社则发稿指出 中央是时候管一下长租公寓 这里头随时会引发社会动荡的灰犀牛 今年初才在美国上市的蛋壳公寓 以专业的白领合租公寓为定位招揽年轻人租房 但2月起就传出了资金链断裂的问题 有报道指出 蛋壳公寓负债额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 至今更盛传 该公司已经资金锻炼 在中国全国各地被员工装修承包商 房东与租客等多方维权讨债 事实上近日就已经传出了 有许多苦主走上街头 并且产生不少的暴力冲突 蛋壳公寓的上海办公室 则是在本月时候 就已经将出入大门用木板封死 外头则是贴上了分别对接业主和租客的服务点 此举让投诉民众大感不满 现在苦主们也变成求主无门的窘境 加拿大卡尔加里动物园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遭遇到粮食进口挑战 法广报道 因为新鲜的竹子供应链遭到空前挑战 所以原方决定要提前的将熊猫送回中国 但是因为国际旅行受限 延宕大约半年之后 两只大熊猫才能成行 此行前 卡尔加里动物园还为他们准备了充足的旅途餐食 动物园通过脸书表示 预估每一只大熊猫在飞行途中 会各自消耗大约100公斤的新鲜竹子 原方还为他们准备了饼干 苹果和梨等等 动物园还在脸书上 实时更新大熊猫的行程 有网民留言表达对他们的怀念 表示这是喜乐参半的一天 根据了解 动物园派出了两名女保育员 随行护送大熊猫回中国 他们于本周稍早时候 赴埃德蒙顿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而在抵达中国和返回加拿大时 保育员也都需要进行为期14天的隔离 根据中加两国政府协议 成都熊性大熊猫大毛和重庆 雌性大熊猫二顺 在2013年3月份赴加拿大 原本净化旅居10年 他们先在多伦多生活了5年 其间二顺借助人工受精技术 在2015年10月份生下了龙凤双胞胎 加盼盼和加月月 2018年3月份 四只大熊猫前居到卡尔加里 今年一月已经满四岁的加盼盼 加月月以协议先行返回中国 以加入大熊猫的繁育计划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